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庙里 开玩笑因为浓厚 但有个观察指标就是 韩国瑜射出最后一支穿云剑 号召明天11号要穿白衣 戴口罩 以感谢取代仇恨 团结守望高雄 韩国瑜用意是什么 对于被罢免心有不甘吗 或想要召唤韩粉取暖 也展现即使被罢免 他的韩粉依然坚定支持 实力依然雄厚 所以该紧张的反而是国民党吗 韩国瑜会选择转身下台 还是为下一局累积更多的能量 尤其本周六 613谁要乱凯道 主办方似乎跟中国关系浓厚 这些人是帮中共执行统战的吗 有多少韩粉会去 信任哥昨天深夜说他不会到场 也强调凯道活动跟韩国瑜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突然这样撇清呢 这场活动背后是什么势力在操作 国民党针对罢免结果发布的新闻稿出现AB稿疑云 英文版强调国民党反对共产主义 但是中文版却是只字未提 国民党在怕什么呢 还有全台风火暴富性的罢免 黄杰 陈伯伟 还有王浩宇等多人都被点名 还传出绿营下个目标是要除锈 指的是卢秀燕 真的吗 真有这样的民意气氛吗 还是兰英自己想暴富 故意带风向 唯恐天下不乱呢 那国民党想要点燃罢免战吗 是谁在煽风点火 另外高雄市长补选三个月后要进行 在韩国宣布不提诉讼 斩断台北空降参选的可能后 蓝营谁能出来选 在地优势只剩下黄昭顺吗 高雄选战蓝绿点将谁占优势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介绍的来宾 在我又随分第一位是 最近被点名要被罢免的 民进党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大王安 再是 可以大声一点 别这么小声 比起不足啊 再是自身媒体人康仁俊 我帮他喊一下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邱明玉 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吴国栋 中江二导游 再是国民党新美市议员叶文芝 中江好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林玉慧 中江好大家平安 自身媒体人中年晃 中江好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韩国瑜昨晚 在脸书号召支持者 六月十一号也就是他最后的上班日 请支持者穿白色上衣 全程戴口罩以感谢取代仇恨 团结守望高雄 高雄市长韩国瑜一早三读到 议长许昆元临堂前致哀 面对有关市长补选的问题 他一概不答 在现场待了一个小时后 韩国瑜离开前往凤伴 面对尽头韩国瑜很低调 不过前一晚他在自己的脸书上 以珍爱高雄珍重再见为题 发出动员令 希望透过民歌的方式 音乐的方式轻松的向高雄市民 表达感谢并且说声再见 而白色其实并没有其他任何的含义 白色就只是最简单 最单纯最干净的颜色 我们希望把简单还有单纯 还有干净重新的还给高雄市民 韩国瑜说六月十一号 是市府团队上班的最后一天 想与市民朋友好好道别 要支持者当天穿上白色的上衣 全程戴口罩尽量寂寞 以感谢取代仇恨团结守望高雄 韩国瑜再发穿云剑 有多少支持者会到场力挺 外界关注 只是在这氛围下 韩国瑜号召这场聚会 最后能不能顺利落幕 外界也紧盯着看 好我们看到这韩国瑜的这个动向 真的是动见观瞻 那最后的这个就职日呢 他号召韩粉要再度出来 所以这最后的穿云卷 到底用意是什么呢 他说呢 这珍爱高雄 珍重再见了 那请智智的穿着白色上衣 全程戴口罩保持静默 这样的一个号召令 到底用意何在呢 那特别是昨天晚上呢 他跟市府的一级首 一级的这个主管呢 就喜别宴嘛 也同时唱歌啦 他唱了三首歌 那我们就说 他唱了这首旧皮箱的流浪儿 还有朋友别哭 还有乞胎再胸灰 是不是反映出他的心境呢 特别是这最后首乞胎再胸灰 难道是想说 有下一步的这个动作吗 名誉怎么样看 这他的韩国瑜唱歌的歌单 是是隐藏了 他的下一步的玄机呢 先讲了 昨天韩国瑜有两个动作 确实是引发高度关注 一个是那个他不提诉讼 不提诉讼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待会可以再讨论 那第二个就是要号召韩粉 就是11号到凤山的这个行政中心 那当然了 就是说他的特别强调是说 明天去的这个韩粉 要穿白色衣服 那是不是有说要还他公道 一个这个漂白 因为他自认为说 这段时间一直被抹黑嘛 所以大家穿白衣 要帮他讨公道啦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不要忘记 就是韩国瑜罢免过后 第一时间不是有一个什么 自称什么这个什么 有民主党共和党 那个巴拉巴拉一堆的 那个不是说13号要号召 一群人去帮他讨公道吗 对不对 那这个韩国瑜展现在11号 抢现在11号在凤山 先号召韩粉来办一个感谢宴 是不是有意思要来切割13号 就代表说我11号 就这个支持我的人来 11号才是捐韩粉 对 对那13号那可能这些人 就是你们自己的动作了 跟我是没关系的 那以免就到时候 这个13号这笔账 又算在韩国瑜的账上 所以我认为啦 他抢在这个11号 这个他这个上任的最后一天 先办一个感谢宴 那可能有他的一个目的所在 那当然还有更有一说是说 他明天先号召 那看看这个到底动员的能量 有多少 这是一只穿云剑嘛 大概有多少 要跟民进党的这个 罢韩的动员来比拼 然后大家来看看韩国瑜 到底还有多少的动员能量 跟声量 那如果明天人蛮多的话 确实可以帮韩国瑜 继续累积他的声望跟实力 所以有他的用意所在 是不是测试 韩粉是不是依然坚持的 坚定支持他 我相信 我相信当然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意义所在 那但是回过头来 你看他昨天除了讲说 不提诉讼之外 他的那个声明里面 最主要被人家注意到两个字 他说他暂时 暂时的沉淀休息 还有就是所有外界的彩测 都不在目前的规划之内 他都是讲一些短时间的 暂时先休息 然后目前怎么样怎么样 对让外界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对再加上昨天那个歌单 尤其是期待再相会 那大家更会想象空间 虽然韩国瑜一直强调说 现在不要帮我找工作了 昨天跟那个柯知人的合照里面 然后还开玩笑说 他要去庙里 可是大家都不认为 不认为说 他就会就此的 就把他的韩粉拱手让人 那坦白讲 我们前几天 有一个这个聚会 大家有在讨论 我想聚会里面 基本上百分之百 你只要跑蓝营的媒体 百分之百都压说 他绝对党主席 就会东山再起 最快的时间点 不可能龟隐山林 也不可能到庙里 对不对 当庙公吗 对啊 他说他跟柯知人说要去庙里 所以他是在开玩笑 还是说是呼隆柯知人 我当时觉得他是庙里先还愿 这个可能就先开玩笑 先沉淀一下他的心境 可是真的 大家百分之百都压缩 韩国瑜东山再起的时间 绝对是明年的党主席选举 那简单的分析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看起来这次罢韩 虽然就是说 这笔账算在韩国瑜个人身上 不能算江启成 但是对江启成最大的考验 是九月多的这一场补选 那如果补选失利的话 对江主席来讲 确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第一仗就输了嘛 对不对 那输了当然会重挫 江启成的一个士气 那第二个不要忘记 九月多还有一个什么 是国民党的全代会 那这次全代会的别具意义 是提了一些很多的改革案 那就我了解就是说 其实党内有些旧势力 对于这些改革案 是持反对的态度 包括就是说 你要提高这个缴的费用了 额度啊什么的 那万一你这些改革案 到时候没过 那对江主席来讲 是不是又一个重挫 那连续两个重挫 那大家会想到谁 又想到韩国瑜 又可以再回来了 所以可能啊 你到九月多的时候 韩国瑜休养了三个多月了嘛 那也差不多休养生息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又有一个呼声 可以宣告韩国瑜东山再起 所以我们认为说 韩国瑜不会甘愿就把韩粉 就拱手的让给他人 而且坦白讲啦 这些韩粉认的是韩国瑜 也不会认国民党啦 所以为什么当时 大家会觉得韩国瑜 国瑜党就是 就比国民党还大于国民党嘛 所以大家等着看啦 这个明年是不是很快 期待再相会 我们会预估说 就是党主席选举 就是再相会的一个时机 对的确外界现在最好奇的 就是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他的政治实力 他的韩粉支持 就会就此烟消云散吗 那韩国瑜有可能说 就这样这么舍得的 就让这些韩粉离去吗 任俊怎么样看 这个韩国瑜这些动作 包括最后一支穿云剑 包括昨天唱歌 甚至跟柯智人说要去庙里 就让人家这个高度想象 他的下一步到底是怎么打算 我想去庙里的这件事 按韩国瑜喜欢开玩笑的 这个状况来看 我觉得也没有人相信说 他要去当庙宫啦 可能还愿真的 就像小玉讲的说 这个可能真的是有啦 但是我倒比较觉得 就是说当韩国瑜 在这个时间点 还要再发出一次动员令的时候 他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 你说像韩粉 其实我必须讲国民党政治人物 在马英九初期之后 就我讲初期之后 他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也席卷了很多 那种婆婆妈妈的喜爱之后 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里面 然后获得那么多人的喜爱 我觉得这是韩国瑜的魅力 这个也不需要去否定他 可是当他在明天晚上 找了这么多的韩粉 然后找了这些人到那个地方去 你看他说穿白色上衣 那个其实很明显的 他要表达一件事情 他觉得他被抹黑 他觉得他受到了委屈 你看到他其实 其实媒体在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是讲说他是一个纯洁 或怎样 其实他讲说他是要用控诉 用一种无声的声音 控诉这个罢免是不公不义嘛 所以你看到 他說全程戴口罩 尽量保持静默 但你如果按照往年 就是以前只要韩国瑜 在韩粉的那个场合里面 你认为多少的韩粉会保持静默 最少我觉得那个 很难吧 那个显性的哥哥姐姐 开直播的那些人 我不认为他会保持静默 保持静默怎么开直播 这怎么忍得住呢 对嘛 那所以就回来了 如果在场的那些韩粉 那么激烈的表达出 他们对于韩国瑜的不舍 跟对于韩国瑜的 这个接下来下一步的 好奇跟渴望的时候 韩国瑜会不会又来一句 拎杯蛋里 会不会又来一句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在过去其实你会看得到 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就在群众场的那时候 情绪一上来 韩国瑜是有可能的嘛 对不对 我倒觉得说第二个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回来看的时候 我就会很好奇 国民党在明天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他的角色要是什么 也就是国民党 我相信他会有议员在那里 应该会在陪在旁边嘛 这个按常理来说 我们也不知道国民党的 那个国民党高雄党部 会不会在那里 甚至国民党党中央的人 要不会在那里 所以现在即使都没有下一步 那明天如果有人高喊了 选主席做什么 那尴尬 如果是有党中的人就尴尬 难道会有人跳出来讲 没有他讲过他不选 应该不会嘛 所以你看到过去几次 其实韩国瑜有很多时候的 那个转折 跟他的那个很暴冲的那个言论 都是在他跟群众一起 在聚集的时候 他就表达出来 那一表达出来 你跟什么粉身碎骨 那时候喊的都很开心 但是下一个要承担的都是别人 所以为什么外界对于说 韩国瑜的下一步 是不是你也不能怪说人家什么不信任他 或怎样 我就说过 今年三月三十日 他就公开说 我坚持不考虑二零二零 好 后来呢 对 就是当你讲死的东西 到最后都有变数了 你也不要讲说 都是国民党害的人 你哪坚持不要 请尊重身体自主权 你哪不要就不会有人强迫你 对 就你到最后心还是动摇了 所以我认为在这时候 韩国瑜要展现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高度 我就必须讲 就是说这个高度在于是 即使韩国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告诉人家讲说 他对于被罢免的这件事情 他是会接受 不提诉讼 然后不怎么样 他个人很平和 没有错 可是他的粉呢 那些哥哥姐姐呢 对 在这一段时间 这边有个被冲的嘛 被丢鸡蛋的 就是言论 个人言论怎样 可以接受社会公平 对 我认为大家对每个人言论 都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讨论 是 可是当这些你的哥哥姐姐们 打着你的旗帜 开始到处喊冲 开始到处喊杀 倒是要怎么样的时候 你都没看到 以前你可以讲的是假韩粉 因为不知道是谁嘛 现在这些人 你总不能说他是假的吧 对 那这些人的言行 跟他的言论 难道不代表社会 会对你未来的下一步里面 大家那个质疑的观感来源吗 对的确 当这个韩国瑜 在这种肇事场合上面对 韩粉的时候 那特别是 最后一只穿云剑 那在这个 这个是在11号的 这个明天的下午3点半 在凤山行政中心相见 在面对那个时候 韩粉有可能是群情激愤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韩国瑜被罢免 是不公不义 欢歌怎么看 在那种情绪气氛当下 韩国瑜有可能 是不是又暴冲了 又可能会讲出什么样的话 特别是要韩粉说 不讲话 所以他的下一步呢 特别是那种 跟韩粉在一起 是不是有取暖的作用 也就是说 也给外界看 是不是不甘心 是不是要展现他的实力 同时要诉求 他是被抹黑的情况 如果不把韩国瑜三个字加上去 我以为他们是要办法会 不讲话 穿白衣服 韩粉如果不讲话 就不叫韩粉 那我觉得从 韩国瑜昨天脸书 发的文 他昨天基本上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他不提任何的选举诉讼 但是基于 有鉴于他以往的记录不佳 我还是保留百分之一 他会提诉讼的可能性 第二个他讲说 对于外界最近揣测的 未来的规划 目前都不在规划中 这句话比较老实 通常政治人为了讲 目前的时候 我认定的保先期 大概只有一天 就明天就不是目前 所以之前前几天传过 他选党主席 选台北市长 甚至昨天我还听说 有人说 因为民进党在桃园市 郑文燦之后后继无人 所以他可能选桃园市长 好这些先不管 那他明天这个动作 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穿了 就是展现实力 展现实力 韩国瑜这一战 虽然败了 但是他要展 他意图告诉外界 主要是讲给 国民党里面的人看 就说我虽败而不乱 我还是有江东的 八千子弟在那边 虽败还仍有实力 对 所以呢 你要我项羽自吻 没那么快 我现在还不会自吻 我江东还有八千子弟 当然以韩国瑜的为人 应该不会到无言面对江东腹脑 这么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战术跟战略 那至于这是他的主观想象 那至于他能不能成功 我个人认为是 我从礼拜一开始 我就一直认为说 应该是说从星期六 看了他的那个谈话之后 我就认为韩国瑜在台湾的政坛 应该是拜拜了 他这个人在政治上不会有未来的 所以他的主观意愿跟最后的结果 当然是两回事 那韩国瑜要这样子做 显然他是要看将来有什么机会 他不会 我认为韩国瑜的个性 他不会做一个长远的规划跟布局 说比如说 我现在就想到我明年要选党主席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我要鼓励我的韩粉入党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经营基层组织等等等等 韩国瑜不是这样的人 韩国瑜比较像一个那种 打机遇战打游击战的人 他觉得这一战好像有机会哦 我来打看看 所以他不是那种 所谓会运筹帷幄的个性 就不是那种会长远布局的人 对 他是看着现在的机会有就冲了 韩国瑜比较像一个乱世里面的 讲他流客有点不太好听了 但是就差不多是这种角色 就是他是看机会 他是看机会 这个机会我会赢我就打 没机会我就算了 但是呢 我觉得韩国瑜最大的问题 是在于说 他现在讲的话 到底台湾除了韩粉以外 台湾还有多少人相信他 即使他昨天讲的这么笃定 说我对于选举 不会提任何的选举诉讼 而且是白纸写黑字 写在他脸书上 你不信你去做个民调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可能都还有接近一半人不相信 这是韩国瑜最根本的问题 明天韩粉就跟他说 这个韩总你不要忍了 既然有委屈 你知道韩国瑜是那种 有点人来风的个性 你知道吗 就他嗨起来的时候 很多原本不在规划中的话 他会脱口而出 所以对于他将来的动向 我是觉得韩国瑜当然他不想放弃 因为对一个脱离政坛17年的人 然后突然可以爬上巅峰 当选高同事长还可以去选总统 那他这种人他不会轻易放弃 那韩粉就是他手上的筹码 只要他手上还有筹码 尽管这个筹码跟2018年比起来的时候 已经少很多了 但他认为我手上还有筹码 所以他就会继续堵下去 那就看这一场到底有多少韩粉去 因为这一场不是假日 不是假日 平常日 对而且呢是他宣布的还蛮突然的 所以明天会去的人 基本上就是西中的 那是百分之百西中的 排除万南可能远从台北或哪里 一定要去的那种 这个人数也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就明天如果人真的很多的话 爆场 哇那韩国瑜不容小觑 对 但如果说就勉强就差不多就 基本盘而已 那我想国民党的人明天也会看 看你这一场到底有多少人 那明年的党主席选举呢 其实我看不只韩国瑜 恐怕连朱立伦很多人都很有兴趣 那这是江启成自己要去好好面对的问题 对的确所以明天召唤的韩粉 到底有多少就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特别是最紧张的会是国民党吗 原知怎样看 现在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那明天的召唤韩粉 到底他的未来实力还有多少 还是就此就烟消云散呢 我觉得大家都把韩国瑜想得太复杂了 因为其实我跟他有近距离接触过 其实我觉得他是蛮正直纯真一个人 不是说 不是说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认为 他不是说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这么的有算计 比如说就像昨天 我们刚刚也就说 他不是那种长远布局的人 不是吗 不是正直纯真 这个原理的解决叫正直纯真 不是你们不要 不能随便这样子扭曲我的话 我的意思说 他不是说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好像一定是有这么这么 这么多的想象在里面 我觉得没有 比如说以那个明天的这个活动 很单纯 因为所有的卸任市长 他因为进行一个交接 过去在新北市也有 卸任卸任侯友宜要接任的时候 通常也会办一个活动 也是会有民众 会对民众 那新任市长要讲一番话 卸任市长也要讲一番话 那我想说这一次的情况很特殊 因为他并不是卸任 他是被罢免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卸任的交接场合 可能不适合举办 或者说会有一个低调举办 但他应该也是想要 办类似的场合跟支持者 可以见见面说说话 所以就采用这样一个方式 那这也是很多支持者的期待 那所以他为了不要制造对立 他特别呼吁大家说 大家穿白色的衣服或戴着口罩 我们以和平代替仇恨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正面的态度 就不希望社会继续对立 所以我倒不觉得说 他是发出穿云剑 为了再起办这个活动 就非常单纯 他可能他要离开市长的位置 那很多民众很不舍 我刚刚看到网路上 还有人说要发起送万名伞给他 那这也是资责心意 不管你认不认同 远之你劝阻一下 那场面不好看 穿白衣服拿黑伞 那个场面不太好看 这个技术上问题的话 我尊重大家 只是说我是说 这个大家的心意是这样 所以不用把它讲太政治话 那刚刚小玉说那个歌 什么那个期待再相会 大家唱歌都有拿首歌 像我拿首歌是忘情水 好好给我一杯忘情水 或天意 难道说我唱天意跟忘情水 一定有什么意义吗 我要忘了什么情吗 或者是我期待什么天意吗 我就没有这样 但是你没办法跟韩国瑜比 韩国瑜会唱最后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一般人唱歌有时候就是 有他的拿首歌 不代表说这个歌一定是什么意义 那当然期待再相会 就是再见的时候会跟大家唱 难免会唱这首歌 难免会唱这首歌 那他下一步你觉得 他跟柯智恩讲到去庙里是怎样 开玩笑的 还叫胡隆 那就是柯智恩 柯智恩问他下一步 他可能刚好去庙嘛 他如果要去上厕所 他就会说我要去厕所 所以不是大家想的 他下一份工作是要去庙里当庙工 他常常说来是偶然去是必然 那他下一步他自己现在也不知道 可是休息是必然 所以也不需要讲着说 把话讲太满 我一定不会什么 一定不会什么 可是我觉得就他现在心境而言 我认为他没有要有什么政治东西 OK好 国瑜怎么看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吗 韩国瑜算如原之所讲 只是说现在包括这个召唤韩粉的这个绝对是一个观察指标 也就是说韩国瑜是否能够东山再起绝对是要观察 韩国瑜本来就不复杂 他的复杂是外界把它塑造出来的 但是我不客气讲 他最糟糕的败笔是被人家看破手脚 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看破手脚就没有那种 很难再展现魅力出来 他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什么都大家都给他解读 你在干什么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最后罢免之战的时候 他手脚完全都被看穿了 我们一直在提醒他 一直在警告他 现在你明天要设这支穿银剧 意义何在 他也许本身就像叶子讲的 根本就没有这样 可是听你的报纸天天给你拱 说穿白衣就是要清白 然后不惜来跟蔡英文主席憋苗头 因为动言令 然后怎么展现他的政治能量 他本来不复杂 结果被外界解藏这么复杂出来 就是支持他的人比较复杂 对吧 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像叶子讲 根本他就不复杂 他只是这样子 然后很静默 然后跟大家say goodbye 说再会 再会 那为什么别人给你解读成这样 是他们解读错了 还是你另有心机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为什么说 他这个穿银剑射的不对 他应该在罢免之战的时候 射出穿银剑出来 那时候才展现你的政治力量 所以他明天第一件事情要跟那个投票支持他反对罢免的两万五千市民道歉 那个才真正捍卫民主制度的铁银剑尔 你们都已经动员整个市政府叫大家不要投票 还有两万五千人帽子大衣出来投票 挺你 反对罢免 这些明天我在想这些人可能会一定会出来的 连投票都去投了 他明天你号召他会不出来吗 穿白衣服没有那么复杂 不是什么清白 如果明天凤山的那个场面 还是穿红色衣服还是漫长的这个国旗装的话 能看吗 对 那个更令人家引起人家怀感 所以穿白衣服反而还比较觉得很树木 加上议长挺他的议长 他连续三天都去领堂了 都已经这样一片哀戚了 当然你再穿国旗装出来再挺他的话 让人家觉得这什么体统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招是聪明 只是时机太晚了 明天你就再大的政治能量 都没有办法让人民觉得说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正面来对决 人家要求你正面对决 展现政治实力的时候 你都没有办法 你都躲起来还盖牌 所以我觉得太可惜了 但是今天国民党的中堂会去高雄开了 真正要观察的是什么 现在高雄要补选的候选人 国民党的 是听江启臣说了算 还是韩国瑜说了算 这个才是政治观察点 对 江启臣国民党说要年轻的 要在地话 要讲了一大堆 韩国瑜只要桌子一拍 我提名谁 那可能他都比江启臣还有 还有 还够力 还够力 所以他们两边自信自动 最后一天的时候都不能结合 个人要开个人的记者会 你说这场气怎么演得下去 你连礼拜六 罢韩那些韩粉要来凯塔格兰大道 国民党都兴趣缺缺 没有一个人敢挺身而出 那你说搞成这个样子 你明天号召所有支持的出来 我是说你最后的心意到了 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你要这些控制这些韩粉 你说不直播 连喜昆宇那个灵堂前 你都在那直播斗内了 你说明天那个会有人不直播吗 你不要欺骗大家 所以我说韩国瑜最可惜的是 他出来说一罐宽权水 一罐肉饭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都愣住了 从臺灣选举 从没有看一个政治人物是这样子的 结果大家给他包装起来了 变成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 但是最后的时候是手脚被看穿了 最后不得不卸任下来 他卸任下来 不是离去是必然的 不是啊 你是被人家赶下来了 你一定要离去的 不是说你任期做完了 谢谢高雄市民说 所以我离任卸任 这个离开是必然的 是人家不要你 不是要必然的 我还没看过哪一个县市长 被人家赶走说是必然 不可能吧 所以我说他到今天 还没有想清楚 那94万 快94万选票 投罢免你的意义在哪里 这是很可惜啦 浩宇怎么看 桃园地区会有些韩粉 要明天去下高雄吗 其实我们桃园 确实是韩粉的聚集地 从我刚开始出来说的时候 其实我身边所有的人 你知道我到隔壁的那个邻居家 都看到韩国瑜的海报 贴在他们的客厅里面 我们桃园是这样的状况啊 那明天更要去了不是吗 你们去市场里面 全部的摊商 可能连手机贴布 他说浩宇我想跟你拍照 我看到手机贴布是韩国瑜 很多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地方上 其实压力是大的 那至于这些人会被韩国瑜抠过去 我觉得他抠过去的状况 就是他想要在那边被拱 就到时候这些韩粉一定很生气嘛 一定群情激愤 到时候就要拱他去选主席啊 或拱他去选桃园或台北 把这些气势拉起来之后 韩国瑜或许他会有想一下 他未来要走什么路啦 我觉得这蛮危险的 OK好 如果说有这个大批的韩粉聚集 那恐怕韩国瑜就一定会想嘛 下一步能够做什么呢 来玉慧姐 我想其实昨天韩国瑜难得正常一点 理智了一点 因为昨天他说他不会提当选无效之诉 我想基于两个原因 他为什么不提啦 第一个是因为这次是有将近94万票 那也就是距离57万票超过的那个门槛 大概超过了大概36%左右 所以呢韩国瑜如果去提 如果你整个去验票 对韩国瑜来讲 他的前思后想 他其实讨不到便宜 那第二个就是呢 因为这一次负责高雄所有的选举 虽然是中选会出面 但是主办所有选举的是 他的副市长陈雄文 所以我们之前才发生了说 陈雄文说 哎呀这个学校最多借两间啦 还有陈雄文对很多的这个 在罢免投票的这个事务上面 他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意见 所以他如果去提选举当选无效 这应该是罢免无效的话 这个对陈雄文来讲 难道他是他罢免无效的一个对象吗 所以韩国瑜的善变 让这一局会觉得这个 充满变数 充满变数那所以他接下来 他要做的是什么呢 他要继续维持他的政治热度 所以韩粉是他在这一次 再次的踏入政坛 也就是从2018年再次踏入政坛 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 我用武器两个字 所以他要在这 他现在还能够凝聚 也就是在明天 他要把他全国的韩粉 再次号召出来 他的目的是要跟国民党叫板 要跟国民党叫正 告诉他说你看我背后还有这么多的韩粉 那现在国民党 你们之前总统大选的时候也没听我 然后在罢免的时候也不支持我 所以现在我手上有这么多的韩粉 因为这一些的韩粉 很多很多都是深蓝 他其实也不一定是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 他就是深蓝 然后甚至于有些是蓝到泛红的 所以你要看韩粉到时候会掌握在谁手里 国民党有没有可能收割这些的韩粉 韩国瑜现在是在印证这件事 所以明天他要发动这样子的一个动员 是向国民党中央来叫板 第二个呢 是我觉得他是利用这次的机会 像包括昨天晚上他宴请他所有的局处首长 局处首长青衣色的穿白衣 这个应该都是约好的吧 那这般大家怎么会 像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来宾 也不会全部同穿一个颜色衣服 但他很刻意的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我相信他是想要博取社会的同情 因为台湾的社会还是对于 哎呀都已经罢免你了 好了我们现在大家就是 尽量不要去刺激韩粉 尽量大家就是平顺一点 我们大家都希望说继续迈向前进 他就利用这样希望能够博取同情 他也是要除了博取同情 是向社会整个社会 叫社会不要再攻击他 他也运用这股力量 再继续来号召更多的韩粉 好再来关心6月13周末的活动 到底是谁要乱凯盗 谁要乱台湾呢 一项力挺韩国语的信任歌 原本号召民众的周末上凯盗抗议 却改口说不参加了 传出是因为中国因素 6月13号这个并不是韩粉 我是韩国语的意思 所以我去参加也有些不方便 韩国语遭高雄市民罢免 原本要上凯盗声援的信任歌 突然改口说不去了 因为我被媒体所贴上标签 如果我去 然后我们这个政治的方向议题 如果有不对 那真的也不太好 担心被模糊焦点 新人歌临时打退堂鼓 脸书粉丝专业台湾讲义爆料 这是因为新人歌知道 613游行的团体背后目的不单纯 包含中间选民党主席黄振中 第三势力333政党执行长周克奇 都是执行中国统战工作的干部 就连韩国瑜遭到罢免当天 国民党主席将启程发出的新闻稿 指控民进党用行政力量操纵罢免案 但却出现AB稿疑云 英文版明白指出国民党反对共产主义 中文版却只字未提 加上霸函投票让不少外媒解读 民意否定国民党的轻中色彩 难道是担心中国因素 两岸路线的调整还没个谱 国民党背后的红色势力却如影随形 如何走出自己的路 台湾人民等着看 613到底是谁要乱凯道乱台湾呢 因为传出主办方跟中国关系浓厚 我们来看主办方中间选民党 党主席叫黄振中 他跟张安乐曾经同台过 因为他们曾经一起要反反渗透 要搞这样游行 同场我们看到邱毅也在场 那这个黄振中 他曾经也是反免改的发起人 也曾经到世大运去乱场 就引发了争议 那再来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第三势力333政党 他们成立大会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 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 可是竟然还有五星旗是并列的 所以台湾国旗跟中共的国旗 摆在一起 到底这些政党背后的支持者 到底是谁呢 民允的了解 这让人家很怀疑嘛 你613要办活动 去所谓的要去冲凯道 冲总统府 这些人背景到底是什么 这人背景 当然是一定是跟红色是有关系的啦 但是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韩国瑜昨天在他声明里面 他已经讲说他不提诉讼了 也代表就是说 他接受了这样子 93万选民的一个结果 那他都已经不提诉讼了 你其他人在讨什么公道 这我就不理解 你这个最主要的 最主要被罢免的那个人都说 我已经接受了 我平心惊弃 接受这个结果了 那你旁边人在化修 化修 然后说要讨公道 所以这个我会觉得说 既然都已经 韩国瑜都接受了 那是不是要适可而止 这个13号凯道 真的就不需要办了 第二个 就是说 现在如果你还是继续说 要打着帮韩国瑜讨公道 还说什么 要帮这个许昆源 什么替天行道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在声援 也不是在替韩国瑜加分 这个是消费韩国瑜 那变成你在蹭韩国瑜 你在消费韩国瑜 趁机作乱吗 趁机作乱也是 找了一个名义出来 然后就 因为你可以想 想当然耳嘛 就是说到时候这个礼拜六 如果真的凯道去了 他们聚集这些人 那到时候隔天媒体标题出来 是不是又写说什么韩粉 或是挺韩的 或者是说什么蓝营支持者 什么的 那其实这些还是跟蓝营 或者是跟韩国瑜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说又有一些什么动乱的话 这比较是不是又算在韩国瑜身上 那再加上退一万步来讲 我刚刚一再强调 就是韩国瑜自己本人 都已经没有要讨公道 没有要再上诉什么的 你这些人在旁边讨什么公道 那你是不是借由这样子的场合 要来进行动乱 这我们当然会质疑他的一个动机 那再来你去说 刚刚查他的背景 其实你说这个黄振中 其实蛮有意思的 你看他夯不郎当的 找了一些团体 什么这个民主监督联盟 爱台湾联盟 还有第三势力 333政党 什么团结联盟 你去看黄振中 几乎每个都挂 不是总招召集人 要不然就是主席什么的 那全部的团体 通通都是你一个人 变成说团体 你其实感觉好像一百多个团体 其实搞不好这一百多个团体 其实就是一个团体 就是一个 就是黄振中自己 因为他一个人挂身兼素质 几乎全部都是他的 那还说什么陆续团体 继续在增加中 不都是你自己 自己发了团体 所以一人空投公司吗 对啊 他一个人身兼素质嘛 所以感觉好像搞的 那个场面很大 团体很多 事实上就是 就是一个人 他自己的团体 所以你看他基本上 他只要是反政府的啦 就是他都无意不语 反年改的也有他啦 退休军工教的也有啦 那什么这个 这次的反渗透 什么渗透的什么都有啦 基本上你只要看到这种 只要反政府的团体 基本上他都会在 那现在就是媒体也起理他 其实他跟统处长的张安乐 是非常的close 关系很亲近 那会不会 这个也是跟统处长有关系 这个我们当然是持保留态度 那最后我要回过头来讲啦 就说今天韩国瑜 你已经选择在11号 你已经办了一个 你决定要办一个感恩会啦 感谢会号召韩粉来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人打着你的名号 就说要替你讨公道 那韩国瑜我觉得他有责任 也有这个义务 必须要去切割 或者说呼吁这些人 就是说你支持韩国瑜的人 你那天13号 你千万不要到场 因为这些人就是打着你的名号 在招摇撞骗嘛 对啊 就打着韩国瑜的名号 挂羊头卖狗肉 不知道要搞什么东西 那韩国瑜会出来切割吗 明天明天是一个时间点 如果明天他觉得是一个 正统的韩粉的 蓝银支持者的一个感谢会 他就应该在那个时间点 他有必要要做清楚的切割 就说你们今天来感谢我的 都是支持我的 那13号那些人 这些人都跟我没关系 对我觉得他有必要做切割 不然到时候他又觉得说 媒体又贴上标签了 这些人都是韩粉 什么那个蓝银 那我觉得国民党 也必须有事实的说明 这些人跟他没关系 不然你被贴标签 我觉得对韩国瑜跟国民党 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对的确 如果说韩国瑜没有出来 这个撇金或说明 那到时候又说又是这个媒体 或说外界又在黑他 那我们就看看 这些主办方的这些背景 包括这个周克琪 这个33这个政党的执行长 他也曾经这个号召 什么拔菜总部公告 曾经办什么活动呢 2018年9月的时候就反年改 说号角响起全民皆兵 终结台湾倭寇乱阵 什么明天下午 从会自由广场 如果无动于衷的这个 市的人是民族败类 是什么窝国的同路人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出大概 他的意识形态是偏向哪一方 换个人了解 这些人613要办活动 那特别是跟韩国瑜 到底关系是怎么样 这些人应该是挺韩的吧 切割了吗 那特别是那个杏仁哥 说什么跟这个活动 跟他无关 跟韩国瑜无关 真的是如此吗 这个活动 我想应该不是韩国瑜 要求他们办的 这个我们到底也不能冤枉他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 与其说他们是韩粉 不如说他们更接近红统 红统 对我甚至都怀疑背后 有中国的势力在介入 这个利用这个机会 制造台湾社会的动乱 礼拜六这个活动 单纯只是为了交业绩 那至于跟谁交业绩 这个恐怕我认为 北柬应该可以 用反渗透法来好好调查一下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这个后面有没有相关的 中国的资金进来 资助他们办这次活动 因为你知道台湾一些 红统的团体是这样 他每隔一段时间 要出来曝光一下 要不然你没有业绩的话 那边的钱会拨不下来 又觉得你业绩太烂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这些团体 基本上第一个 他不会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见 所以人不会多 人不会多 而且再加上韩国瑜 明天自己会办一场 所以就很容易区隔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这些团体的目的 绝对不是如他们讲 什么替天行道讨公道 也不是他们列出来的 这些抗议的目的 他背后真正的目的 只是为了像后台那个组织 交差说 我也很认真在工作 你花的钱可能没有白花 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再来我是觉得 他们这些人 如果上海到 我昨天其实指责在这边 我就问他说 那国民党 你要不要由党中央宣誓说 国民党所有的党员跟公职人员 不可以去参加 如果你觉得这个活动 跟国民党无关 事实上看起来应该也是无关 如果你觉得跟国民党无关 那就 那讲这个其实也不会得罪人嘛 你就说这个 我们的党的公职人员 跟所有的党员不能去参加 去的话 这个全部用党纪处分 我觉得国民党要有一个态度出来 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动作 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动作 那你既然作为一个政党的 中国国民党 跟一个还想未来 还有下一步的韩国瑜 你要对这样的政治的动作 你要有一个表态 你是支持他 还是反对他 还是说只是轻描淡写 尊重人民集会的权利 因为这些主办单位 其实严格来讲 他们不是一般的人民 你从过往他们所办的活动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这赛来 他背后可能有红色势力的介入 尤其这个黄振中 跟完全不忌讳 跟张安乐就走在一起 统促党 自中党部 11个人 昨天才刚被北检起诉 因为对核运是波七 昨天才刚被起诉 所以我觉得 任何稍微洁身之爱 如果还想在台湾 继续发展相去的政党 或政治人物 你应该要表态 跟这些团体讲清楚 你要跟他切割也可以 或者说 这我自己人也可以 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是的确 那就要看韩国瑜 是不是要出来 说明跟切割了 那我们看到 杏仁哥是已经在 昨天晚上就先讲了 他在这个脸书当中 就讲了原本是说 号召这个韩粉 613上凯道 那突然他就发声明 就说关于613的这个集会 本人无法前去 但尊重民主的表现 那网络上有讲 我OK嘛 那你先去 你可以先去 所以韩粉会是红色的力量吗 还是隐藏其中呢 那特别信任哥也说 凯道活动跟韩国瑜 还有跟罢免是无关的 原知 你的了解 这些活动你会去吗 因为叫凯道很近 我不会去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 我必须澄清一下 很多人都说 韩粉是什么红桶 我觉得真的没有 凯道那些我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刚刚才第一次知道 他的名字 那你这算别的蛮轻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不好意思 马上不认识 咕肉稿闻 不好意思 字元刀 真的不知道 我们黄振重 我刚刚第一次听到 那这个信任哥 我觉得他这样做很聪明 因为他知道 他的关系跟韩国瑜很近 你看在6月6号之前 发生交大的事情 信任哥跑去提告 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是不是韩国瑜的意思 可是不知道 我们也没有判断是不是 因为韩国瑜说要冷静 可是你会怎么去提告 这好像不一样 可是人家会做个连结 那如果信任哥 他还去6月13号的话 会产生一个状况 就是韓國瑜6月11號 不是已經叫人家和平理性放下仇恨嗎 為什麼你的杏仁哥 還跑去6月3號這個活動 你是不是在玩兩面手法 又沒完沒了 所以我覺得杏仁哥 他站在韓國瑜的立場 不去參加這個活動很正常 但是我必須要 我要回應一下國民黨的立場 我是覺得國民黨不需要 去對這個事情表態 這個真的就是一個民眾的 他們的不管他是什麼團體 我們先不要用動機論 因為他到底是不是 接受紅色勢力 我們也不知道 那他想要上凱道表達的訴求 他只要不要製造衝突 不要製造對立 不要製造違法事情 不要做出傷害國家利益的事情 他想要表達人民的心聲 我認為沒有什麼好去禁止 或不去禁止 一般的民 我是不會去 因為我們不認識 但一般民代如果有認識他們 他評估之後覺得想要去給他支持 他就去 今天的新聞就說 這個針對6月6號那天罷免的結果 那國民黨中央就有一個 這個對外的聲明 那這對外的聲明 就是有中英文稿 那英文當中就有寫說 是反對這個共產主義的 但是中文版卻知識會題 所以顯然嘛 面對中國的時候 任俊我們可以看出 國民黨的性格就是先迴避 那不談話 所以613那個凱道活動 對不對 是不是就 可能就因為是這樣 所以就也不用多說些什麼呢 怎麼看這樣的活動 跟韓國瑜 跟背後紅色勢力有關呢 我還是這樣覺得 我說政黨都是相同理念的人 組成了一個團體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些人 打著一些這個名號 然後到處這個 就搖旗吶喊 你說大家都裝作沒看見 然後也不表態 我也覺得怪啊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團體 或哪一些人 就袁元智根本也不認識 結果他就打著說 我要幫葉元智討公道 我要幫葉元智講話 然後他就急了一大堆人 我不相信葉元智連看都不看 連問都不問 你們到底要幹嘛 那同樣的意思嘛 當這批人討著要幫 打著旗子說要幫韓國瑜 討公道 然後大家都說 不要管他 他們都是一般人 一般民眾 人家已經拿你的名字出來了 你根本都不知道 這中間會發生什麼事 那你還要說 沒關係 我們都冷靜看待 這就很瞎嘛 到最後就難過了 其實都是因為 這些人的激烈的作為 這個在過去韓國瑜 我不認為韓國瑜 沒有覺得受傷 不然為什麼那些 去恐嚇人家 你們要趕快切割 說那是假的 那些都不知道是誰 那些都是什麼 去給人家出征 是啊 那你一定有受到傷害過 結果今天這一批 這一批人 我講更白一點 你覺得這些人投票的時候 會投給哪一個政黨 他所參加的那些團體 其實都是 他做的事情 只有一件事情 就反政府 我哪管你推什麼 我什麼都要出來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就是說當這一批人 你根本也搞不清楚 他的目的 也搞不清楚 就像元智都講 我根本沒聽過他 我到現在 元智連Google都懶 你知道嗎 他連Google都懶 就Google說這主辦是誰 你那麼放任說 讓這批人就打著一個 韓國瑜的旗幟在那裡 搖旗吶喊 你也很放心 這哪叫窩心 這已經是隨心了 你 那國民黨那個AB搞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 就是說一個政黨 其實這個東西 你永遠不會瞞得住的 你再一拿出來 大家都會中英文 對照一下 這個東西就很明顯 如果今天政黨 有他的政治的主張 跟他的立場 其實我講真的從一而終 不用在那邊搞什麼英文版給誰看 然後中文版給誰看 我說真的 老共看不懂英文嗎 國民黨是這樣認為 那個有可能 因為他們都覺得這種方式 搞不好他們覺得 我覺得不是故意的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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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什麼立場 其實無所謂 台灣就是這樣 妳講妳的立場 妳從頭到尾 講到堅持到底 一定有妳的追隨者 我覺得OK 但妳不要用這種方式 妳該不會又講說 沒有沒有 我們覺得英文這樣寫 可能會比較強調或什麼 所以國民黨反對共產主義 也不是壞話 以前都在反共的 到底現在在怕什麼 那有什麼好說 中文版在地就做不一樣 我就不太懂 就是說妳到底 訴求不同 現在英文 大家都會看 所以我還是這樣強調 就是說對於這些活動 或者對於國民黨的立場跟態度 其實很多人都講說 國民黨沒有內鬥 我那天聽少庭議員 他已經很深 他就說國民黨都沒有內鬥 或什麼 我也覺得是這樣 但問題是 你們展現出來都不是 你們都左邊也想做好人 右邊也想做好人 每次都這樣 這一批粉 這一戲要去鬧的 要去亂的 你們就把它解釋說 沒關係 他們就是個人自發行 然後一出了事的時候 又都說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這種切割手法 從前年到現在 其實真的看很多 哥哥哥 回應一下 我們要回應一下 其實我也贊成 仁俊哥講的 他就是說 老公也看懂英文 所以代表說 我們不是故意隱瞞 說我們反共這件事情 反正老公也看懂英文 我覺得應該是講說 因為外媒 中文反問怎麼不寫 因為大家看得懂中文 都知道我們反共 所以你不需要 回答 我不知道 但是你 但是你 但是你英文的部分 英文反問 因為之前外媒 故意講說什麼 親中的 什麼韓國被罷免 誤會了 誤會了 我去跟他澄清 中文大家都知道事情 我需要去強調太陽從旁邊出來嗎 不需要 所以這句話就不用寫 來來來 郭忠哥 藍營是不是就是這種 心態都不得罪的結果 藍營才會造就今天這樣的局面 實在聽得沒下去了 來心替國民黨真的感到悲哀 我們是政黨政治 一個國家如果說沒有一個強烈的反對黨 你說讓單單一黨在獨大的時候 對人民不是好事 所以我們一直在看 你真的選擇民眾黨還是選擇國民黨 還真的會讓那些小黨起來在作亂 你自己都會判斷的嘛 我為什麼會替國民黨感到悲哀 這個占領台灣將近七十年的一個百年大黨 一代不如一代 今天徒子徒孫還扛著締造中華民國這個招牌 在台灣還在這裡吶喊 最後呢 最後快要變成泡影了 他們自然上上下下老的中的小 都沒有感覺到說 他們已經變成一個泡影 變成泡沫政黨 到今天還在這裡 還在哪裡鴕鳥心態 中文不跟什麼反共 用英文嚇 你要欺騙什麼人 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心態 不要這樣子了 台灣已經民主 整個民主化已經都三四十年了 解除戒嚴也三十幾年了 如果說你這個政黨 永遠不肯跟台灣人民 站在台灣這塊土地的話 你在台灣這裡喊半天喊什麼的呢 你這個政黨存在的意義在哪裡 為什麼整個黨都沒有人坐下來 冷靜思考 那我們在台灣成立這個政黨幹什麼 我們不如回去中國成立政黨 跟共產黨拼吧 那才有意義嘛 但是你輸贏我們沒辦法 讓國民黨有告示 他永遠得不到教訓 一百多年以前他推翻 滿清建立中華民國說 清朝面臨的一堵最大的勢力 叫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崛起 建國十五年就滅亡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中心思想嘛 他靠著什麼 靠著一部假聖經 靠著天條 所有人都靠我來 跟滿清政府在拼 結果拼了 打了幾場大戰 在南京終於建立他一個國家起來 但是你這個國家沒有中心思想 最後一定要枉蛋的嘛 所以我拿這個歷史教信 給國民黨聽 也給韓國瑜聽 你的勢力崛起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中心思想是什麼嘛 人民才能跟著你這個中心思想 一百年來要幹什麼 都沒有人 當時你們建立這個黨的時候 有他的 不管是不是孫中山也好 還是接下來 都有他一個中心思想在 要怎麼革命 要怎麼革命 有那個 你們都沒有了嘛 這個真的很可惜 今天如果說 國民黨在臺灣整個都滅亡了 誰會起來接替的 我們很不願意看新黨 這樣子來接替他們 也不願意看 禮拜六那一群人 在凱盜的那一群人 起來頂替 那群人成不了 大事 但是我提醒 六月十三號凱盜 是有兩個活動 人事雖然不會很多 警方你們要維護好 那會衝突起來 一名是 反送中 周年 他們年輕人的 然後在凱盜的 自由廣場這一邊 那你這一邊的挺寒的 那邊不算是什麼組織的 你也在凱盜一邊 兩邊如果一衝撞 在集結的時候一衝撞起來 那個勢力是不得了 的確 好 再來關心報復性的罷免 全台瘋火嗎 新黨青年軍發起罷免 陳柏惟行動 全民開罷 全民開罷 Let's fight you Let's fight you 6月6號罷韓通過韓粉推 報復性的罷免行動 新黨也要來參議咖 鎖定激進黨台中立委 陳柏惟 過去藍藍綠綠 國防委員會的這些委員們 哪個像我們陳柏惟 那人要恐慌啊 我昨天想老半天 我說我們用閩南語 要來講這個草包 要怎麼說 最多半部 可能應該叫做恐慌 不就叫做不農共 有一些小黨 過去自稱是中共同路人 那他來做這個罷免領銜人 我想國民黨應該不樂見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某種程度 被共產黨養的 這個自認以中國人為榮的人 說要罷免我 其實是我的勳章 我們現在新黨的 第一個目標 就是激進黨的陳柏惟 因為小黨對小黨 好 我們看到 現在是全台瘋火性的 暴富性罷免要正在進行嗎 我們看到包括這個 黃捷的部分 現在霸捷的連署書 已經破1.2萬份了 他們就說 這個連署書堆起來 有半個人高 看起來好像 是有很多人響應 但其實那個門檻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 再來就新黨 發動了罷免陳柏惟 王秉中說 這個陳柏惟是什麼草包 是浦龍宮 來 名譽怎麼看 這些小黨 有可能掀起 那所謂的全台瘋火的 暴富性罷免嗎 坦白講 我們最近上節目最常被問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有這個 暴富性罷免的五個名單 大概有黃捷 浩宇 陳柏惟 劉世芳跟梁文杰 大家最常被問到問題是說 你覺得哪一個會過關 哪一個有可能會過 那如果說被點名 如果你按照整個這個政治的邏輯來講的話 是說單一選區的 我是說單一選區的這個比較容易 像陳柏惟 世芳 劉世芳委員 因為他們都單一選區 這個比較過關的機率比較大 那你這種比較複數選區的 坦白講會比較難度高一點 那再坦白講就是說 如果陳柏惟 你比他是單一選區之外 其實坦白講 如果他還有閻家 如果那個我們了解 就是閻寬恆 他在背後推波助欄嗎 不是 閻寬恆在這個敗選之後 他其實還是在在地耕耘 他們家還是在做政治的服務 不是說像有些人敗選了 他可能就成錢 或歸隱相領 我知道閻家還有在做一些政治的活動 那所以說如果閻寬恆 他願意要再推波助欄一下的話 事實上陳柏惟罷免的 我認為是五個人當中 機率是最大的 問題是今天壞是壞在哪裡 壞就壞在今天領銜的是新黨 新黨 對 剛剛那個 阿晃哥就點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我覺得今天是新黨領銜 因為今天新黨領銜 其實你說要去連署 你很容易就被人家 當作是新黨的同路人 如果大家今天門心自問 如果今天新黨來說要罷免陳柏惟 就算你很想去罷免陳柏惟 可是你看是新黨領銜 然後你又被人家打說 你跟新黨是同路的 對啊 你變跟新黨變成同路人 對啊 所以就很多人就會打對唐鼓 然後就想說新黨又是紅筒 那你會擔心說是不是 背後又有中國的勢力介入 那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 這個太複雜了 即便說你多想罷免陳柏惟 那是因為就是因為新黨領銜的 你就不會想要去跟他連署 所以我會認為啦 現在新黨已經站出來 就說幫陳柏惟開了這個第一槍 我覺得他反而新黨是救了陳柏惟 如果今天是換作別人 還有可能 那你說今天如果新黨開了第一槍 說要罷免陳柏惟 你就算顏寬恒炎家想要去下去 去推波住來 那你會覺得 你就會覺得顏寬恒 顏寬恒也要跟新黨站在一起嗎 對 你會想要跟顏寬恒 顏寬恒會想要跟新黨這些人 站在一起嗎 你覺得被抹上紅的 是中共紅路人 你會願意嗎 對 那另外黃捷部分呢 黃捷那個什麼 法治局長好像還有記憶 還有後續耶 今天是說 他哪是哭給這個媒體拍是這樣子嗎 坦白講 我覺得第一個法治局長 那個吳秋莉 他去嗆人家 這個就是有點沒公道啦 那他的理由是說 因為黃捷當天是塗口紅 然後又是戴口罩 那但是你知道 因為我們女生就對口紅很敏感 今天我們很多同溫層在研究說 黃捷的口紅到底是什麼顏色 你去看其實他那天的口紅 你說是不是已經擦到那種大紅的 其實真的也沒有 那就是這種公眾人物 禮貌性的去出席一個場合 那禮貌性一定要化個淡妝 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 他又不是說 化得好像血盆大口 去參加綜藝節目 其實不是這樣 對 我覺得是沒必要這樣 而且人家就講 如果說女生你不擦口紅 你到了現場又素衣 人家還以為你是商家 對 那第二個說實在 你這個法治局長 你又不是這個許坤源的家人 你家家屬都沒有什麼意見了 那你一個外人 你何必去去嗆人家 你今天的立場是什麼 這個我就不太理解 那今天的案外案 是說這個法治局長 又出來 案子說黃捷很會演戲 出來才哭給記者看 他裡面沒有哭 可是跟他同黨的那個 不是同黨 康裕 那邊有趣的那個康裕成 對對對 他就出來幫這個 就有還原事實 他說其實黃捷 當時被這個吳秋莉 給嗆的時候 他在靈堂裡面就落淚了 然後那個康裕成看到他在哭 還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後來看了報道之後 才知道說原來裡面被人家嗆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如果說你法治局長 還要再用這件事情做文章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站不住腳 也沒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 去消費許坤源 對 如果說真的了解 這樣一個幕後的過程 搞不好人家就覺得 你們這些韓正義的人 就是在欺負這個 黃捷這個小女子 人君怎麼看 現在這個黃捷 林秀蘇說堆起來像半個成人膏 在南部 不可能會成嗎 我覺得這樣一貫的立場 推動罷免或者是怎樣 這是人民的政治權利 我覺得黃捷最少 他做了一個很好的表示 他就說他就是尊重公民權 那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我覺得就到目前為止 他的態度其實是很正向的 所以你今天回來看就是說 我們在提起一個罷免案的時候 你總要訴諸有一個東西叫做理由 你的理由是不是足以說服你的這個群眾 他願意出來投票 還是我只是覺得說我打一個棋子 因為我是小黨 你是小黨 所以我們就用PK的方式 我要跟你 插賭 要跟你插賭 這樣打架 那你有沒有辦法記起來 我光舉一個例子 韓國瑜在市長的得票 跟他這一次被罷免案 為什麼被罷免案大幅度的超過 因為他超出了政黨對決了 如果你在市長選舉裡面 那就很簡單 這真的就是市長 那就是藍綠的政黨對決 結果在這一次罷免案裡面 你看他的票超過 那表示什麼 就是有一些可能原來支持韓國瑜的人 他因為這段時間裡面 看了韓國瑜就是說 他決定不要支持 所以這個就是超越政黨 如果今天所有罷免案 你說一個政黨要 真的要在後面推波助來 要發動 你說湊不到連署的門檻 我老實講 這個政黨也不用太囂張 就是你以後也不要再拿出來 講說嘴 所以過門檻什麼一接二接 我老實講 我其實覺得對台灣來說 我覺得大家不要把它放大來看 因為最後真正成案 其實就是到你最後要能夠投票 過了那個門檻 罷免的那個門檻再說 可是你現在看到 這一段時間的這些所謂要罷免的這件事情 你告訴我哪一個是提出理由 最多的理由還是一樣 跟那些奇奇怪怪的人 要上凱道的理由都一樣 都是把韓國瑜拿出來 韓國瑜好厲害 韓國瑜是大家的救世組 你知道所有不滿的 反正舉了一個韓國瑜的旗子 什麼事都能做 這才是我就覺得說 韓國瑜怎麼對這件事情 完全無動於衷 韓國瑜旁邊的也無動於衷 好像打了一個韓國瑜的旗子 可以去人家門口丟雞蛋 可以去人家幹嘛 即使那些人根本不住在高雄 也通通都這樣被搞 所以你就會看得到 你今天要討公道或什麼 你把這個遍地風火開到這邊 包含像吳思懷講說 這些東西不是在罷免 不是在罷免韓國瑜 不是在罷免 不是高雄的名義 是韓國瑜當時選總統 投給他那五百多萬票 我的天啊 你還在打總統選戰 這就是這一批人 為什麼現在要跟你遍地風火 然後跟你他用仇恨的這件事情 希望把它無限擴大 而韓國瑜被成為是那個 揮灑仇恨的那個旗子 我老實講當一個 珍珠人物被人家拿來作為旗子的時候 我不覺得他怎麼看你知道嗎 還是他覺得說沒關係啦 反正打我的名字都是在幫我打廣告 都是讓我名聲可以很好 因為有太多的人都拿著這個旗子 拿著他的名字到處去惹事 所以我就講 我覺得黃捷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說 他去那個場合裡面出來 他出來有到處控訴嗎 他出來有到處罵說你看誰在裡面罵我 他一句話都沒講 你今天這個法治局局長永遠都用你的個人的觀感 我覺得他用勝利者的姿態 請問你哪一隻眼睛看到他用勝利者 他手上舉個白紙說我贏了 還是他臉上寫著我贏了 你用你個人的想法去揣測一個人的之後 然後再拿出來作為你去質疑他 然後覺得好像自己講得很順理成章 然後旁邊的那些知識都還覺得 對啊你看他講得多好 這才是我覺得民主最荒謬的地方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針對你的 你的真正人物選舉就是這樣 罷免我其實也是這樣 在韓國瑜被罷免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鼓勵大家出來表達你的政治直裝 不管你是支持或者是反對 在這個例子也是一樣 只是我希望民眾要想清楚 黃捷部分是不是能更引發同情 人家都沒有出來說去罵回去 如果你今天只是因為基於仇恨 基於說我打著一個韓國瑜的棋子 我就可以到處怎麼樣 拿什麼 因為我們是小黨 他也是小黨 所以我們小黨來對 我跟你講就是打知名度而已 你就只是想要衝衝自己政黨說 我好久沒有人提到我們這個政黨 不然我也來講一下 不好意思 全台灣像你們這種黨 還滿多的 三百幾個 大家都定義過 像那樣要太開刀 真正的 不然你們就要去搶陸權 好歹曝光度多一點 所以我其實覺得說當你這些 尤其這一批人長期都在台北 跑出來講說我們要去罷免 台中的立委 不覺得很荒謬嗎 非常奇怪 就是說他們所想要的 這種全台烽火的 暴富性罷免 真的有辦法引發烽火嗎 還是跟人家覺得正當性更為不足 再來就是我們現場的這位 民進黨的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現在也是被點名 要被罷免的 浩宇他也是在臉書就說 我是他唯一的顧慮 我被罷免掉 韓國瑜就會來選桃園市長 到時候桃園就自己會付出代價 那我們也看到因為這個韓粉 在桃園的比例是相當高的 那陳學生也說拉不下王浩宇 國民黨就準備謝謝收看 那感覺上浩宇你會覺得危機感似服嗎 有可能被桃園鄉親給罷免掉嗎 其實昨天來到我服務處的這些人 整個去算一下這個人數 警方有點一個人頭 就發現才一百出頭 就是說其實動員力已經是變弱 就是說過去韓粉是很多的 我還記得去年我來這邊上節目 然後只要在這邊講到韓國瑜什麼 晚上我們的服務處就開始接到幾百通的電話 隔天就一直被灌爆 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力量了 這兩天其實是幾通電話而已 過去韓粉的這個實力跟現在 我覺得還是有差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幾乎所有的韓粉 不管在哪裡留言 他第一句話都要說 我不是韓粉 我只是怎樣怎樣 我只是 特別強調 一定要強調不是韓粉 包含來我的服務處抗議的這些人 他拿著麥克風就說 我們今天不是韓粉的身份過來 可是實際上來的這些人是誰 是杏仁哥啊 是人舞阿虹啊 都是這些過去這些韓粉的網紅 而且他們跟韓國瑜 為什麼有利益存在呢 韓國瑜現在已經不是高雄市長了 他們最大的利益在於說 他們不斷的在經營這些 所謂的YouTube的平台 你知道現在YouTube最大的一個利益 就是他可以donate 或者那個YouTube的那些影片 其實是有廣告收入的 所以這些人他為什麼要來這邊開直播 都開在YouTube上 就是透過這些方式來賺這些錢 所以他們到底是哪裡人 包含警方昨天 前天在我服務處逮捕了十幾個人 帶回去之後 哇 怎麼都是高雄的 都是台中的 都是新北市的 都不是桃園人 都不是中立人 所以韓粉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支持韓國瑜的嗎 現在的韓粉變成說 他們不敢去承認自己支持哪裡 另外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會說 韓國瑜要來桃園這件事情 其實我剛剛說的桃園韓粉多之外呢 其實就是因為內部民進黨也在評估說 下一屆要提誰當這個桃園市長 所以就有一些媒體私下就做了這個民調 那韓國瑜確實在 如果在民眾黨也加入戰局的狀態之下 韓國瑜是有三四十趴的實力在桃園 他到現在為止 就算他已經敗選了 還是有三四十趴的實力 這個對桃園的民進黨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就是說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趕快培養出 下一個接班人 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這個戰場難道是從高雄北移到桃園嗎 那國民黨有可能是在桃園要練兵嗎 源自你的了解 新北跟桃園就這樣一線之隔而已 桃園的狀況怎麼樣呢 桃園狀況就是我覺得王浩宇被罷免的機會很高 真的 為什麼 因為 但我覺得這個制度的設計 有一點點不合的地方 我來講一下 因為王浩宇為什麼我認為 他被罷免的機會很高 第一個他得罪韓粉 第二個得罪韓粉 栗珊得罪實在力量 那他現在加入了民進黨 以多其次的來講 民進黨的現任議員 對他一定也會覺得有威脅性 下一屆王浩宇來搶票 所以大家就會聯合起來把他罷掉 所以他岌岌可危 但是我覺得 這個制度設計有點奇怪的地方 在於說民意代表本來就是代表他部分的民意 比如說王浩宇他就代表8% 9%民意 他以前是綠黨 8% 9%支持他 即便是剩下91%很討厭他 可是他那個88%應該存在 可是按照現在狀況 甚至91%就可以把他罷掉 難道這8%的民意不應該有人代表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是可以討論的 那有關於韓國瑜部分 我不認為說韓國瑜會正好跑去選桃園市長或是新北市長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韓國瑜應該也沒有這些想法出現了 那現在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報復式的罷免 我基本上問到我都覺得尊重 為什麼 因為坦白說啦 就在我們就在我們的角度裡面 那你有覺得窩心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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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感覺 對對對 我的感覺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我們而言我們也認為韓國瑜他是被報復式的罷免 當然你們大家講了很多理由嘛 說韓國瑜是高雄病原體啊 韓國瑜什麼喜歡說空話啊 然後跑去選總統啊 市政荒廢啊 不禁議會備詢啊等等 可是我們要想到罷復是一個動機 我們不能從結果來論 雖然說最後有94萬票 可是一開始推動罷免的人他們是怎麼樣 韓國瑜就職之後沒幾個月 當他講說什麼我會考慮參加國賓出選的時候 他就開始被推動罷免 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的話 那是不是任何代職參選只要參加黨內出選的 大家就要開始要罷掉 今天你說你要推動王浩宇的罷免 或者是黃捷的罷免 那其實大家的動機應該都是差不多 都是種情緒性嘛 不喜歡你我要把你罷掉 那至於說會不會罷過 我覺得陳岸到投票前這一段時間 大家的表現才是一個關鍵 可是我們不能倒過為因 我們也不能講說最後 黃捷最後很高票把他罷掉 所以你看他真的有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你推動罷免是有正當性 我覺得不能從結果來推論你的動機 晃哥怎麼看 這報復性的罷免 真的有辦法這樣遍地瘋火嗎 感覺上正當性是不是極其不足 再來這個國民黨是有可能在桃園這邊要練兵嗎 如陳學勝所說 拉不下王浩宇 那你國民黨真的是就包起來 謝謝收看嗎 陳學勝自己就已經先包起來了 他擔心國民黨 他先擔心他自己吧 我覺得從剛剛原資的那個對於罷函的94萬票解讀 我真的為國民黨真的感到有點擔心 就國民黨到現在沒有搞清楚那94萬票是怎麼投出來的 他的動機絕對不是報復 他的動機絕對不是報復 那現在的罷免這五個被點名的 他的動機就叫做報復 因為在上禮拜六票開出來之前 其實這個傳言我們早就已經聽過了嘛 就遍地瘋火嘛 報復式的罷免嘛 反正你罷我的我也罷你的嘛 如果說一個罷免 他的動機叫做報復的話 那我跟你講保證不會過 你別忘了喔 兩階段連署已經不容易了 通過罷免門檻很困難 可是你別忘了 今天被罷免者 他也可以叫他支持者出來投票啊 對不對 應該沒有人會學韓國瑜說蓋牌嘛 說支持者你不要出來投票 因為蓋牌的結果就是會被罷免掉嘛 現在不會有人蓋牌了嘛 那今天假設 這個不管是王浩宇或陳柏惟 他們的罷免成案了 那他們也可以呼籲他支持者出來投票啊 你就要投不同意票啊 即使你罷免者 同意票多於25% 只要我不同意票比你多 我還是不會被罷免啊 他最後還有這個機制啊 所以其實罷免並不是那麼容易一件事情 你不要把它看成很簡單 而且報復如果是以這個出發點 那也是唯一的理由 那絕對不會成 連兩階段連署都不太可能 我都有點懷疑 所謂黃捷那個連署書破一萬 一萬兩千份 有多少是往生者在連署的 那以過去他們國民黨連署的 以過去的前科紀錄來看 應該有不少往生人都會跑出來連署 就是說他 你要去寫連署書的時候 選民會問你一個問題 說有什麼要把罷免 理由是什麼 他到一點做得不好 你要跟黃捷的洪酸的選民說 或是跟王浩宇中的選民說 因為他不喜歡韓國瑜 所以我要把他罷免 韓國瑜都已經被我們罷免 你不要 所以他不喜歡韓國瑜是對的啊 因為高雄多數市民是不喜歡韓國瑜啊 所以把他罷免掉啦 所以我覺得這不會成啊 另外我覺得 我要特別提一下趙孝康先生 他昨天真的很生氣 他說 就是說 他說國民黨一堆窩困難費 不敢打仗 如果我是國民黨主席 就會發動全面罷免 趙先生 你不用是國民黨主席 你現在也可以發動 引力陳冠榮 有任何職位嗎 沒有啊 這裡面所謂的罷免四君子裡面 除了張柏陽是激進黨的這個黨工之外 其他三個人都是一般的公民耶 為什麼他可以發動 我相信這四個人在媒體上的聲量 加起來不如你趙先生一個人 那你為什麼不敢發動 還是你也怕 人家有生家以後就不行 對 還是你也怕嘛 還是你也怕嘛 你也是公民嘛 你可以發動啊 所以他只會罵別人 對 你就領銜嘛 你就學引力陳冠榮 你就來領銜嘛 然後看你是要罷免誰 你就到那邊去注點 學學引力他們 就宣傳嘛 每天早上晚上去站街頭 去跟著垃圾車跑 人家是這樣子罷免成功的 你到現在 如果國民黨跟他的支持 現在還是期待這邊說 冷氣冷氣 我們在這裡 幫你站聲就好了 我跟你講這個黨真的沒救了 因為你們的支持者 或是你們自己的黨員 自己都不敢帶頭往前衝的時候 那請問你如何期待人民會相信 你說你這個政黨會帶領我們 用這個國家味來建設更好 連你們自己都確戰 而且是一個有媒體聲量的人 一個曾經被稱為政治金銅的人 你在罵別人確戰的同時 那你自己要不要去站一下 換個還有 那國民黨現在呢 包括羅志祥就說 什麼除袖已經開始了 民進黨下一個目標 是盧秀燕嗎 有這樣的社會氛圍嗎 還是是在放話帶風向呢 盧秀燕我是沒有聽說台中市民 雖然他的施政滿意度 從各項民調看起來 也不算前段班 但是我們講一個白話 就是台中市民對他的仇恨值 沒有像韓國瑜那麼高 好啊 嗯嗯